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贸易再发达 这些十二时辰同款工艺品 大家也绝对不敢随便往家里买 因为唐三才真正的身份就是名气 作为淘气巅峰工艺的代表作 绝对没有人愿意将它摆在自己家里 除了以上道具 值得一提的还有阿戏小朋友 为了追查文展的下落 最近借来了阿戏帮忙寻找 这只洒露鸡猎犬的祖先是随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的 拍摄这部巨石 全国仅有三只 可谓是全组最贵的龙套了 彩蛋二 剧情细节你都看懂了吗 剧中有许多长镜头 比如第一集的开头 导演就将长安的繁华展现得淋漓尽致 真是可怜天下哥哥心 催世兄弟真是催人落泪 小喇叭偷偷告诉你 在之后的剧情中 这块胡比尔鬼都此出现 别忘了忍真追击哦 镜头对准正在和格劳交涉的张小敬 从前我在平康房养得最红的一个丫头 驯服过一个男人 那个男人有锅里是私宅的库房钥匙 他花了两年时间用家货偷换出库房里的珍品金器 一件又一件都没在一个地方 然而那个男人只提过 何家村三个字 就懂吗的 何家村 这个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地方 1970年 考古专家在陕西西安南郊荷家村 唐长安城新画坊内发现的一处唐代轿藏 是唐代金银器的一次空前大发现 我老别哭 不是你寻宝技术差 实在是宝贝藏得太深呐 排弹三 至今中国传统文化 剧中 李白大大几乎承包了所有的歌曲作词 对 你没听错 就是那个诗仙李白 怪不得李荣浩说 如果要重来 我要选李白 除了宣扬整个诗词文化 剧中的插手里也是一大亮点 插手里 是我国古代平常生活中打招呼的礼仪 男女行礼也大有不同 剧中 徐冰向礼币行插手里的动作是 两手交于胸前 左手握着右手 右手大拇指上翘 而弹齐则与之相反 无论是诗词还是礼仪 都属于中国传统文化 应该被更多的人知道 你还知道剧中哪些细节彩蛋 评论告诉小喇叭哦 更多精彩内容 记得收看优酷独播长安十二时辰 我们下期见 比心